哈囉!我們所有的耶! 為什麼我三萬多名粉絲... 有有有...有名粉絲衝...好像要衝過來... 要沒有衝過來...抱歉各位 最近可能中元節喔... 我三萬多名粉絲現在變三位了...四位! 辛苦各位了! 本來想說來一個比較有氣勢的開頭喔... 沒辦法...今天呢... 時間...Timing不對... 那我們現在今天幹嘛呢? 今天非常的那個...開心跟榮幸喔... 因為...今天是我們...各位都知道... 現在是我們...台北四大運剛結束啦... 所以...今天呢...這個下午...現在呢... 再相信在我們的那個...台北的忠孝路上... 忠孝西路上的那邊呢... 應該已經開始在英雄大遊行了... 那在我們預警呢...當然也是平行時空的同步喔... 那今天呢...其實也非常開心... 因為我們這邊呢...也是有三位金牌得主的選手呢... 要跟各位介紹... 這個...英雄大遊行呢...就是這樣子喔... 就是衛國爭光玩呢... 我們就是要... 帶大家呢...認識一下... 我們這些衛國爭光的所有的選手們... 首先第一位呢...是我們這一位... 這一位是我們... 這一次參加的那個... 吹氣...吹氣... 吹氣比賽的那個...金牌冠軍... 就是呢... 這一次呢... 被吹了很多氣...然後不爽了很多次... 咬...咬掉了很多評審的鼻子的... 零金大選手... 這是我們... 一面... 金牌...第一面金牌... 就是吹氣比賽的金牌啦... 那第二面...喔...剛好來了... 就是我們的那個... 這一次參加... 唉唷...對面有... 柴柴朋友... 好...那我們... 還是繼續人生的介紹... 過來... 等一下...我怕會打架... 我先把他們... 移開一下好了... 呵呵... 這個叫伊卡嗎... 來... 進去... 走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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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去...進去... 呵呵... 怎麼過來啊... 這是你們...你們人家的狗嗎... 我... 你們的... 伊卡... 唉唷... 對啊...伊卡... 來來來... 不可以大家喔... 伊卡...來...伊卡... 他好興奮喔... 待來... 我們先把我們... 奧運選手... 先隔開喔... 現在畢竟還是在英雄大遊行當中... 好吧... 那第二位呢... 剛剛還沒介紹完... 第二位這一位呢... 是我們... 這一次是雙料冠軍的得主喔... 兩面金牌的得主... 顧名思義呢... 一個就是參加我們甩蛋單元啦... 各位你們看到... 我們金牌選手的甩蛋呢... 真的是... 喔... 真的是... 想育國際的... 然後呢... 還有... 接石頭單元的金牌得主喔... 所以我們林金多選手呢... 他是有兩面金牌的得主... 那最後最後一位呢... 這一位一定要好好介紹一下... 沒錯... 就是遠方的... 我們的林燒九選手... 他這一面呢... 囊刮了很多面金牌喔... 包括... 體重... 不是舉重喔... 是體重... 然後呢... 吃飯... 然後... 追小鳥... 然後還有睡覺打呼呢... 一次囊刮四面金牌... 真的是非常為國爭光... 真的是非常的感動... 那... 當然啦... 就是... 好喘喔... 當然啦... 就是這些選手呢... 在... 像我們林燒九選手呢... 他在這一次的那個比賽呢... 結束以後... 就聽說呢... 好像馬上就接了很多新的代言啦... 包括鍾元姐... 他的那個後腳喔... 因為... 幾天不知道是磨破皮還是怎樣... 所以他現在有點歪卡... 但是沒有大礙喔... 各位不用擔心... 因為呢... 我們... 林燒九選手... 為了我們的... 金牌... 所以呢... 受傷了... 這樣講好像比較感人一點點... 其實也只是... 單純不就心... 他的腳去磨破皮而已... 大概是這樣子... 那林燒九先... 等一下... 過來... 九九去我不怕... 因為九九都是負責被咬的那一個... 過來... 快點... 快點... 來... 快點... 那這些選手呢... 在為我們的國家呢... 爭取到了這麼多榮譽跟金牌的同時呢... 其實也... 接了很多不錯的代言喔... 其實也是不錯的喔... 像我們林燒九先生呢... 在這一次的... 比賽結束以後呢... 馬上... 馬不停蹄的... 就接了我們中元節的... 普渡的... 普渡的代言... 所以算是一個蠻不錯的收入... 就是... 除了國光獎金以外呢... 也是可以為我們... 你看... 林... 林金多選手呢... 現在已經準備囉... 就是在我們遊行的同時呢... 他已經準備好... 要... 為各位表演什麼了... 石頭都已經自備好了... 你有看到嗎... 沒有人約他... 但是呢... 他就是自己先準備好... 喔... 大大過來... 過來... 喔...我們大大... 大大是最... 大大是最狠的... 大大不要看他這樣不會叫... 大大是直接咬下去的... 大大過來... 你不要在那邊摟... 快點... 快點... 哈哈... 我們這一次呢... 我們林金大選手是獲得... 我們這一次的... 吹氣... 吹氣金牌喔... 喔... 就是呢... 現場啦... 很多評審對他吹氣呢... 然後看他可以咬掉幾個評審的鼻子... 喔... 這一次呢... 我們林金大真的是為國爭光啦... 好... 那... 林金多的... 石頭... 石頭呢... 橡木也是非常厲害的... 啊...怎麼樣... 欸... 啊你剛剛那顆石頭咧... 喔... 欸... 待待待待待... 你這太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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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們來看一下我們這一次... 喔... 四面南瓜... 四面金牌的得主... 林燒酒... 選手... 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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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夠參加到一項已經不錯了 因為他自己要去哪裡 報到他都不知道 那加上沒有預算有限 沒有隨行教練 所以呢我們這個笨蛋選手 我們這個臨近大選手呢 就比較可惜 他只有參加到一場競賽而已 哈哈哈哈 並不是他沒有能力哦 只是因為他自己不知道 他自己要參加什麼比賽 哈哈哈哈 所以呢 非常的可惜 不過沒關係 有得獎就好了 哈哈哈哈 哎呦哦哦哦哦哦哦 多多哦這一顆很大顆耶 哦哦哦哦哦 你看我們臨近多選手呢 充分的為各位表 哦表達出了哦我們 金牌得主的能力 哦這個石頭有多大顆你知道嗎 哦哦他是他自己選的哦哦哦 他要突破我們這一次大會的 最新的紀錄了好不好 哦下一次呢 他我們聽到那個 臨近多選手的那個 哦隨行教練的那個說法呢 哦就是他教練團的說法是 我們臨近多同學 即將要代表我們中 呃中華民國呢 去參加 我們的那個 哦 之後的那個 肉粽石 肉贈殼的那個 接石頭大賽 哈哈哈哈哈哈 一許刷新全世界的紀錄啊 好好好 我知道 非常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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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衛國爭光嘛 衛國爭光 好很好很好 好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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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 這這麼大了 你也教得對 你也真厲害 好 來 來 準備 來了 來了 一 二 二 要去哪裡 要去哪裡 去 去那邊 去那邊 好 那所有呢 在我們英雄大遊行的同時呢 其實呢 我們所有的選手啊 其實是非常的熱情 也感謝旁邊呢 這兩排所有的 呃 臨界的朋友的觀眾 呵呵呵 這邊呢 也是一個英雄谷啦 非常的壯觀 那 我們這兩個 屁孩選手呢 已經找到球了 是不是 非常非常的厲害 好好好好 好好好好好好 好好好好 我們再去吧 再過去 呵呵 好處理 快點 好 好的 哎呦哎呦好快喔 我們不愧是金牌 金牌得主的林金多選手 關於這麼這麼棘手的 石頭呢 他都能夠輕易的接到 非常的厲害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這邊四面金牌得主的 也是這一屆呢 我們那個中原普渡的代言人 林燒酒選手 好 啊怎麼樣 哈哈哈哈 啊 好啦好啦好啦 好準備 去吧那邊 那邊 哈哈哈哈 好了好了 哇這邊的蚊子非常的多 那 等一下呢 我們這邊結束以後 大家呢 可以再回到我們那個 台北的那個 英雄遊行的現場 好 那 哈哈 好好 好好 好我們最後呢 就帶著他們一起 一起 走向我們的 總統府了 我們的新世界了 好 去吧 去吧 哈哈 好快 好快 那晚上呢 在 在這邊呢 跟各位分享那個 晚上我們在上八條俱樂部 來來來 這顆小顆 這顆好不好 啊 不要玩那顆帶他顆 來小顆的 啊 小顆的 雞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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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多來 準備 一 大大 來 一 二 二 去吧 多多多還是去了 很好很好 對石頭的熱情還在 在這邊呢 晚上大概我們上八條俱樂部那邊呢 可能會有直播啦 因為我今天剛好收到我的那個星際大戰的刀具組 所以晚上呢可以來簡單的開箱切個東西 可能就是 就是 簡單就是把 可能把林太太呢 就是 綁在牆上 然後我蒙眼 然後拿那些刀具啊 在那邊射飛鏢 大概就是一些比較 比較 無趣的活動啦 但是呢 如果你們無聊可以來看一下 大概是這樣子 我被蚊子叮到 手都是包了 我差不多要準備回家了 好啦那 感謝各位今天的收看 太久沒有 這幾天呢 有事在忙 所以就沒有時間為各位做直播 那 感謝各位今天的收看 今天的英雄大遊行呢 就到這邊告一段落了 那晚上如果有時間的話呢 我們上罰條俱樂部見啦 拜拜